汹轩 天使的圈套 大家欣赏了 什么呢 精彩的unit曲 天使的圈套 完美犯罪 还对 还有一个 黑夜女生 爱卫央 还有关不掉 大家感觉开心 我听着一般感觉 请你大声点 开心 是很快话 然后我们这个MC的话题呢 是如果你要扮演 扮演一个反派角色 然后你想扮演谁 还有就是你平时最喜欢的反派角色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要深深级 毕竟有老溪谷大C在嘛 不敢当 演一下就是坏人的感觉 坏人的感觉 坏人的感觉 你们可以列举一下 我们应该先从小爱开始 感觉小爱看上去最不像坏人 是一个大挑战 是我要演反派角色 你想演吗 我给你一个设定 小爱是一个 你是灰姑娘里面的后妈 然后这两个都是灰姑娘 大姐和二姐吧 大姐和二姐 那咋的没灰姑娘了 你是灰姑娘 那你是灰姑娘吧 我导演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逃掉的 灰姑娘吧 我 我是那个后妈 皇后妈 对 灰姑娘里面有皇后吗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最坏的一个 我们现在不可以演灰姑娘 我们叫做白雪灰姑娘 好 白雪灰姑娘 我说要欺负她们对吧 对 你不是欺负她 欺负她 妈 你整反了 没事 就是这样 揍她们 不是 我俩是坏的 对 咱们仨都是坏的 没有 咱俩坏的 你俩好的 你没发现大家越退越远 都走出去了吗 好 来吧 对 妈妈 揍她们 你反了吧 你反了吧 我是坏灰姑娘 我是坏灰姑娘 我是坏灰姑娘不行吗 行行 好好好嘞 诶 那个 长得奇奇怪怪的东西 给我拿把扫把过来 我要扫一扫 扫地了 叫你呢 扫吧 扫我在这儿 揍你哦 哎呦太尴了 想要不画画画题吧 差剧本啊 就像我们这种少女偶像 怎么可能 就是 就是那种可以演出来反派角色 像我平时这么温柔 我 我能演那个反派角色 灰太狼 灰太狼 我觉得灰太狼很好 很宠老婆 我还没再回来的 你再来 你来演一下灰太狼 你是灰 红太狼 你要你要跑过来 打你 哎 非常刚刚 哈哈 其实我就想说 我喜欢的反派角色 是灰太狼 谢谢大家 哦 耶 那你最喜欢什么 反派角色呢 对 到我了是吗 嗯 其实之前那有演舞台剧嘛 嗯 你觉得花经理算反派吗 不算 不算 玫瑰算反派吗 没有那么美丽的反派 好吧 那我就不经允吧 不经允吧 不经允 她其实 不经允你看过这个电影 我看过 她是反派吗 她虽然不是反派 但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反派 因为她太吓人了 为啥呢 她那个台词太尴尬了 然后特别的 感觉要把孔子给吃了 你知道吗 你们看到最近那个片段了吗 又勾起了我的吓人的回忆 什么片段 就是那个 比如说你是孔子 不是 你知道大C有多吓人吗 大C现在在看那个 就是旧版的那个 泡沫之下 泡沫之下 然后她看就看了 你知道吧 还喊我看 而且我看也就算了 而且还把人亲嘴的镜头 来回给我倒 啊 就那个泡沫之下 他们那个摇嘴巴 那个镜头 我看三遍 是你让我给你看的 我打起来了 好看人 比如说小艾是孔子 那个片段 你们看过吗 然后就是 孔子 叫我的名字 然后你就叫她 云 不对 她叫我徐 孔子 叫我的名字 C C 你在哪 你说紫薇啊 紫薇 舒缓走的第一天 真的嘎 想她 真的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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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嘎 要不我讲一件最近我做最尴尬的事情吧 好 行吧 就我最近做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训练了吗 现在 结果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那个训练吧 我们老师也在吗 在 但是你放心 她应该听不懂 听不懂 好 然后结果呢 我们就 我太多尴尬的事了 就是最近发生了 就是我们要做这种 就是这种 老实在吗 就是这种 我感觉她可能明白了 就是这种动作 你应该做的不太像一点 她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种动作你知道吧 然后做 然后大家因为老找不到感觉 就所有人站在一排 一顿就这样 来回来晃 给我晃的晃晕了 然后我就直接吐了 不是 我还有个更搞笑的事情 然后就是 昨天晚上 然后SORRY他们训练到很晚 你知道吧 结果呢 她又特别累 然后她又后来 结束了之后 她就来我们房间玩 你知道吗 结果她就是 整个脸已经就是 通红的 通红发紫了 通红发紫 而且就是印堂发紫 大四一线 怎么 你跟老师朝前 他往你脸上揍了一拳吗 我真的以为你被打了 我真的以为你被打了 然后我就跟 我就跟大C说 大C 你放心吧 就打架上面的事情 孙瑞不会输 就是这样的 好 那接下来呢 非常快乐了 走 接下来呢 是真的很快乐了 然后大C和小爱 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其实我也喜欢灰太狼 好的 好了 那既然大家都已经聊到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所以既然已经尬聊到这一步了 对 我们接下来呢 今晚我们精彩的MC之后 我们还是要欣赏一点歌舞表演 比如换 换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MC可以吹起来了 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 看完这MC大家不要走哦 对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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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